再向苦路行 受苦劫 灵修 默想 第十日 活向基督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至二十八节 耶稣曾向门徒预言 他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并且杀害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节 现在他透露更多详情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八至十九节 这次门徒不向之前忧愁 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 其中两位门徒更另有谋算 想往耶路撒冷攫取权力 为何权力如此吸引人 在权力和野心以外 还有什么选择 第一 活得简单 Live a life of simplicity, not sure 耶稣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在路上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 对他们说 看哪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 他们要定他死罪 又交给外邦人 将他戏弄 鞭打 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 他要复活 那时 西比泰儿子的母亲 同他两个儿子上前来拜耶稣 求他一件事 耶稣说 你要什么呢 他说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马太福音二十章十七至二十一节 西比泰儿子雅各和约翰的母亲 是个有趣的人物 他从加利利开始跟随耶稣服侍他 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六节 他就如天下所有的父母为儿女打算 他认为自己的儿子比其他人为耶稣做出更大的贡献 理应得到更大回报 并且他知道 耶稣左右两旁容不下彼得 雅各和约翰三人 这位母亲不切于表达自己的看法 更营造戏剧效果 她提出要求之前 跪在耶稣面前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节 新译本 而跪 原文是 Proskuneo 原文有敬拜的意思 耶稣没有责备他 因为他或多或少是对的 他往耶路撒冷去 确实是要完成神的救赎计划 引进天国的来临 他情词迫切地恳求 感动了耶稣 耶稣就问他想要什么 他的要求相当大胆 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 一个坐在你右边 一个坐在你左边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 显然他不知道这要付上多大的代价 耶稣预言自己被戏弄 鞭打和钉十字架 对他毫无意义 第二 活得无私 Live a life of selflessness not strive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说 我们能 耶稣说 我所喝的杯 你们必要喝 只是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可以赐的 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 就赐给谁 那十个门徒听见 就恼怒他们弟兄二人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 什么是耶稣将要喝的杯 后来耶稣在克西玛尼求父神 叫这杯离开他 二十六章三十九四十二节 著名解经家斯特德迈 Rey Steadman 指 这是极度痛苦与神可怕分离的杯 雅各和约翰跟随耶稣 特别是雅各 要付上什么代价 雅各是第一位殉道的门徒 死于西律王的刀下 见使徒行传十二章一至二节 耶稣接着解释 人在他国度的地位 不是任凭人要求或选择的 其余十个门徒就没有那么友善了 门徒之间的团结即将瓦解 其余门徒恼怒兄弟二人 无法相信他们这么诡计多端 竟然与母亲一同去见耶稣 最令人气愤的是 当耶稣问 我将要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他们回答 我们能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 他们应该一早阻止母亲 母亲请不要干扰我们的事 这样做令我们很尴尬 而从他们的回答可见 这计划不全是他们母亲的意思 也反映他们的野心 第三 活得谦卑 Live a life of service Not supremacy 耶稣叫了他们来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 又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谁愿为首 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正如人子来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舍命 做多人的赎价 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八节 耶稣没有要求我们 否定自己的个性 或背弃所爱的人 而是要我们背向权力和声望 我们必须与外邦君王和大臣 有所分别 他们治理 治理的原文是 Katakuriyo 或管束百姓 管束原文是 Katakusiazo 相反 耶稣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门徒要求管理的职位 耶稣给他们侍奉的岗位 他们追求尊荣伟大 而耶稣谦卑顺服 耶稣的言词强硬率直 你们中间谁愿伟大 原文是 Mekas 就必做你们的用人 用人